地球质量每年都在缩小 科学研究称彻底消失需15.4万亿年 作为人类及各种生物生存的星球 很多人可能没意识到 地球也是在不断变化的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地球的质量是一直不变的吗 或者是增加 缩小 科学家们得知地球的质量实际上每年减少6万吨 不过要想地球消失 至少得15.4万亿年 这时看不到了 美国弗吉尼亚州美国宇航局 南利研究中心的专家指出 地球的质量并不是固定的 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 一个是大气逃逸的部分 一个是太空中的物体进入地球 实时测量地球质量是很难的 根据研究人员的观测结果 虽然听上去很多 但是对地球来说 这点质量完全不值得一提 这个时间比宇宙寿命都要高出100倍 地球也不可能等到15.4万亿年之后了 因为地球的寿命可能就只有50亿年了 因为科学家意计太阳会在50亿年后 变成一个红矮星 到时候太阳系都会受影响 四一双 三膀星 三 三 三 二 三